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刘伟霆刘律师 最近新闻一直沸沸扬扬 从政治圈烧到这个名嘴 烧到演艺人员 非常多的MeToo事件 在我们的社会上发生 其实是曾经发生 只是一直没有被公开来 又或者过去可能曾经被掩盖 然后到最近开始有人 陆陆续续的有勇气的 把这些事情说出来 那我们会发现说 看起来过去还真的蛮严重的 那这些MeToo事件 当然就是可以看得到 很多可能是在工作职场上面的 又或者是在这个上对下关系的 这种人际关系上面发生的事情 那可是呢 到底这些MeToo事件 可能有的是很委屈 有的不一定是很真实 但是不管如何 它就是在我们社会上 不断反复的发生 只是有没有被揭露的问题 好 那今天在节目上面 就是想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 像这些可能涉及到 不管是性骚扰 甚至还到了强制猥亵 甚至还到了性侵等等这些 可能都涉及到男女之间 涉及到性贫的问题 涉及到性别的问题 那希望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能跟大家好好来做探讨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绿油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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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来看肉爱听》 《所有烦恼都出镜》 《大家都爱绿油精》 《全家的笑都开心》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两位大律师 来跟各位分享今天的议题 首先第一位是我们黄丽黄大律师 大家好 我是黄丽律师 还有苏毅全苏大律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邀请两位大律师 有一位是女性 一位是男性 就是想跟大家好好来讨论一下 我觉得两位大律师 应该跟我一样 看了最近这一连串社会新闻跟政治什么演绎 看了就觉得说八点档不断的上演 而且今天结束 明天不知道下一个是谁 那两位大律师 你们有没有遇到这种类似的案件 印象比较深刻 其实如果是讲到这种就是 如果是校园里面 可能会有师生恋 那也有遇到过说是大学生追求高中生 对 那有时候是借由说 我来指导你课程 或是什么样子的方式 家教或是什么的 可是其实高中生有些 可能还不到成年的这个年龄 对 那有时候可能他们就会做 可能有些亲密关系 被家长知道了以后 可能小孩子自己本身觉得我心甘情愿 可是家长知道以后就会去提告 或者是告到那个南方的学校里面去 让他书可能读不下去 对 这种状况其实也是蛮多的 没错 我记得前阵子有一部电影叫《童话世界》 是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 其实不是一个很热门的电影 但它就是在叙述师生恋 然后最后学生是个高中生 然后老师是个补习班老师 那可能当时候发生关系 对女学生来讲或许是她的初恋 或许觉得她跟这个男老师可以私定终生 但对这个老师来讲 反正每年都有很新鲜的女高中生进来 那每一个就是这样子每年换过一个 那女学生最后知道发现 原来我的真爱 我认为是我的真爱 但其实我只是她的玩具 只是她的玩伴 那这种生活或生命中的冲击 其实非常大 所以像针对未成年 或是针对比较心智不成熟的人 到底这个感情跟性侵或是甚至到性骚扰 这个界限在哪里 也是常常大家这是搞不清楚的 这种东西对我们男生而言 虽然这种话比较男性本位主义 但是我们还是要讲 青春的女人无限 女人的青春有限 男生不管到十几岁 从18岁开始到81岁 我们就是只喜欢20岁上下的女生的肉体 很专情 无庸置疑 绝对不会换 当然有些代表个人立场 对不对 比如说很多人都会讲说 可能就是我们国父嘛 也不是喜欢小女生吗 是 所以很多时候女生都会对这些事情说 为什么我们男生没有办法欣赏他们的内在 欣赏他们的灵魂 跟欣赏他们的思想 因为被你的肉体遮蔽住 所以这也算是一种赞美 当然除非你的外在实在是让我们 没有办法有什么怦然心动的感觉 但我们也不会靠近你的内在 我觉得等等要多请苏律师来分享 因为我觉得me too事件离苏律师蛮近的 他到底怎么避免这些 这真的是一门学问 我们是有蛮多逃生管道 确实是如此 好你看我们今天节目真的很精彩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其实来考试之后 突然用手揉捏他的胸口 然后他就这样揉 揉到人家好像有欧嘴 我觉得旁边同学应该都有在偷笑 或什么之类的 对 然后后来这个男生就觉得很 没有面子 心情受挫 对 然后他就回去跟他的家长讲 那家长就很生气啊 就去提告 然后就说这个老师有性骚扰跟伤害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过去有一句话叫做 人帅真好 人丑性骚扰 我们会发现说很多时候 到底你的行为让对方感受是好 还是不好 真的很主观 所以到底怎么样子 不会变成一个 让别人不舒服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很难去直接界定 或者是说在法律面 有一个很标准的一个说法 但是在我们如果回到 不管是性骚扰防治法 又或者甚至刑法里面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 如果站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 来看你这样的行为 都觉得不舒服 或觉得不适合的时候 那你就变成是一个客观的 感受到不舒服的一个状况 所以像性骚扰防治法 它规定的就是 你让这个被害人 感觉到跟性性别有关的 不舒服的情形 就可能构成违反性骚扰防治法 那当然主观在每个人心中 可是我们刚才已经告诉你 那个标准了 只要是一般人 站在这个被害人的角度 多半都会感觉到不舒服 那你这个加害人事情就大条 你就可能构成性骚扰 好啦 那我们也来实际上 碰碰一些案例 有没有哪些事情 或许有一些人觉得 没有什么感觉 那有一些事情 可能会觉得很严重 黄莉有没有什么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很红的 MeToo事件 虽然有很多的 不一样的状况 但我觉得有一个 很好举例性骚扰 就是那个 陈波维的部分 因为他比较多 3Q哥的陈波维 因为他比较多 都是言语 对 第一个他没有出手 但他是言语 但他的言语里面 又是那种 好像我们平常人在开玩笑 但是又 就是听了又觉得 好像在那个界线中间徘徊 所以第一件事是 言语也会构成性骚扰 对 哇 各位观众 你就要知道了 不是讲两句话 三句话 不用负责任 你可能讲个一句话 就违反性骚扰防止法 对 就我们来听听他讲什么 比如说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会搭同一台车 下车的时候 就在你旁边 耳边吹气说 拜拜 这样子 在耳边吹气说拜拜 对 然后女生听到就 不舒服 可是人家就是在跟你说拜拜 人家也没做什么 对 然后有时候又问说 你会不会按摩 按摩可以助性 哪个性 就是性质的性 对他也没跟你讲什么性 因为我很难讲一下 按摩为什么可以助性 这是成年人 对啊 你如果高兴的性 就觉得不可能 唱歌喝酒才助性 可以助性你去学一学 对对对 你不学 难怪你交不到男朋友 大概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就这种言语 就真的有点性暗示 对对对 就是性暗示 或者是说 你要不要当我的代理孕母 如果我要生就找你 对类似 类似这种状况 哇塞 然后最后甚至说 敢不敢啦 去moteo啦 用这种 调侃的方式 从黄丽律师嘴巴讲出来 我都感觉有点不太舒服 更何况从男生的嘴巴讲出来 女生听到 我觉得一定是觉得不舒服 对 尤其是这个女生她说 她为什么会跟陈柏惟认识 就是因为她曾经被别人性骚扰过 然后陈柏惟那个时候还关心她 结果现在陈柏惟自己 也变成加害者 然后还开她玩笑说 我都忘记你告过别人性骚扰 所以我要小心是不是 对她的意思就是说 她不回她 那我要那个 所以我觉得陈柏惟就是前立委 她的这些橘子就是 在这个边缘上面 会让人家觉得不是很舒服 因为性骚扰的定义 她是说跟性有关 那可能是言语或者是这个 肢体的动作 对 那她是怎么样 她就是她会让你觉得被冒犯 我觉得被侮辱被冒犯 其实这样子就构成了 但是问题是加害人 他们常常会主张就是 我只是开玩笑吗 对那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有一个补习班老师 他就是教同学们这个读书考试 那这个补习班老师难的 学生也是难的 对 有一次学生们下课了 在早上聊天 一群男生在聊天 补习班老师就经过他们旁边 就问的其中一个说 你是不是有抄隔壁同学的 那个作业还是什么之类的 那男生就说没有 补习班老师就 突然用手揉捏她的胸口 另外一个男学生的胸口 没有就揉捏那个 他只问说 你是不是抄袭人家的胸口 然后他就这样揉 揉到人家好像有黑青 跟那个 对对对就是有黑青 这个掌力很厉害 对他就这样揉 然后呢 他那个旁边的 我觉得旁边同学应该都有在偷笑 或什么之类的 对 然后后来这个男生就觉得很 没有面子 心情受挫 对 然后就回去跟他的家长讲 那家长就很生气啊 就去提告 然后就说这个老师有性骚扰跟伤害 对然后这个老师上法庭的时候 他就说 他都靠这一招 就是跟男学生保持一点互动 他觉得只是好玩幽默 跟男生拉近关系 可能就拍一下屁股啊 类似这种举动 所以他把这个揉他胸部的事情 认为说只是一个开玩笑 拉近距离的方式 但是法官就不踩 法官就认为胸部是性的一个特征 对那你在那边有一些冒犯的举动 那他认为说这个还是构成性骚扰跟伤害 那两个都有判刑 这样子 不过你讲这性骚扰我觉得还不止 不止 这可能是强制猥亵 对 对优客 我觉得我也就是讲一下 就是说 其实在我们法律里面 我们有一个性骚扰防治法 那他规定的性骚扰 其实是最轻微的 对于另外一个人 对于另外一个人这个主体 针对性或是性别的侵犯 就是最轻微不管用言语 或者是一些肢体动作 不是说去拍打 可能做一些比较淫秽的 像有人就比个圈圈 比个一做一些淫秽的动作 那这种 就是实际上对我 我个人没有直接做伤害或触碰 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不舒服了 那这种就是性骚扰防治法 所以他大部分的处罚就是罚钱 1万到10万 那当然他有另外规定一个 两年以下有几十万元 但大部分 绝大部分他要框处罚的是 1到10万元 就是一个对人的感受上面的处罚 到第二种 我们讲进阶一点更严重的 就是强制猥亵罪了 强制猥亵罪在我们刑法是规定 6个月以上 5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大部分就是 我真的有肢体动作 那可能是对你的强吻 之前看到就是强制的亲吻 他的脸颊 他的嘴唇 或甚至去抚摸 碰触 胸部 臀部 这些性器官或性特征的地方 那这种 就会到这么严重处罚 所以之前新闻好多的艺人 有把人家什么坐上车坐在隔壁 就给人家强吻的 那这种就是直接构成 强制猥亵 那最后一种最严重的 就是强制性交 那强制性交罪 那罪就更重 7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甚至有的 3年以上10年以下 他是比较重 更重的就是 大家有的人或许以为说 强制性交 是不是就是要性器结合 你的性器官进到他的性器官 那这种才叫强制性交 不是喔 我们讲这个range 其实也很大 我们最常遇到的是 用你身体 那个法律的条文规定 可以用你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 去接近 或是说触碰他的生殖器 这种直接就是7年效期徒刑 就是99%抓去关的 就是强制性交罪 所以讲这些法律 可以让各位观众们可以了解一下说 其实你说有很多人会觉得 哎呀性骚扰不是随时都构成 哎呀这样子我们什么事都不用做了 就是好像整天都容易被人家弄犯罪 但法律有分轻重 就是针对轻的侵犯行为 有轻的处罚 那重的有很重的处罚 那当然你最好连轻的都不要碰到 但是这法律就是分账阶段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 我们最有经验的苏大律师 这好像讲的好像我们身经百战的一样 你一定帮很多人处理这事情 确实是帮别人处理很多这种事情 确实是身经百战 但是因为看了太多人之后 就是引以前车之鉴 因为像自己本人有摄影的斜杠的嗜好 所以我们镜头第一个拿来比较长 然后第二个我们通常也不会碰触到 我都离这么远 然后再来就是跟大家讲 这种我们遇过很多那种 因为摄影圈真的太多这种事情 那其实艺人圈 那个我们讲蓝天屡见不鲜 因为很多摄影圈 然后那些演艺圈这些我们常常接触 挑明跟你说 跟各位观众说 这种父权的思维 在华人地区我国基本上一定都会发生 只是不知道而已 你以为你 有没有被爆出来 对有没有被爆出来而已 你以为你君子没有 你周遭都是朱哥 绝对都是 而你以为的君子是因为 你还没有遇到让你动心变成朱哥的女生 所以这世界上没有好男人 只有朱哥跟跟朱哥 跟朱哥 对这世界上没有好男人 只有还没冲动的男人 但成熟男人 心动不冲动 我们知道这个代价有多少 所以我觉得男生重点就是 在每次冲动的时候先照镜子看看自己的脸 然后看看自己的存款余额 然后看看自己有没有不动产 一路走完看完之后 你就会发现如果有家事有家雷 你就会断然知道之所进退 而通常都是要退 一无所有的时候会知道一件事情 避免身败名裂 所以基本上还是要退 忍无可忍还是要忍 退无可退还是要退 只要记得在结婚前 不要做这件事情就好了 那结婚之后呢 之前分享太多 结婚之后 就当跟自己死了一样 你也不会遇到这种事 哈哈哈 不过我觉得那个 益泉说得很好 这些不管性骚扰 不管强制猥胁 不管性侵 最终最终回到源头 其实很 我知道在我们社会上很多人 他会觉得 我不过就开开玩笑 那你为什么要开这个玩笑 他可能会觉得 反正吃点豆腐好玩 那或是跟女生的 或是跟另外一半的异性互动 比较轻调一点 觉得反正 他好像也不会怎么样 那就是在慢慢的 试着在那个 花那一条鸿工那条线 越过去一点点看看会不会怎么样 越过去一点好像不会怎么样 好像不会怎么样 但是遇到会怎么样的时候 美糊啊 所以就是在一个一个阶段 然后让大家可以慢慢的 也不能说慢慢的啦 就是从现在的这些法律 或者是新闻 或者是我们像节目上不断的告诉你们 其实这条线是在哪里 过往你可能从小到大的生活 你也不知道这条线在哪里 或许学校老师很会开黄色笑话 或许你的家庭里面 你的家人会讲黄色笑话 或一些天 或者是你周遭的同侪会这么做 可是你现在得到了这么多资讯 你知道原来这条线就画在这里 那你只要越过这条线 只是人家要不要处理你而已 那你希望未来就不要跨过这条线 就不会有让别人考虑 要不要处理你的问题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很多时候被欺负的其实是男生 他其实讲白一点根本就没有性招 或是比如说我只是碰一下 真的就是打招呼碰一下或什么的 女生不爽回头就告 然后他们就很无辜的说 可是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但是女生只要一发文一公審 重点就是只要是正妹 全世界就把故事想像了 这个猪哥跟这个正妹 可怜的正妹可恶的猪哥完了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其实大家不许过往刻板印象 大部分想到性骚扰 第一个想到是什么 一定是一个男生对一个女生 然后可能男的是个猪哥 女的是个年轻貌眉的 所以就会发生性骚扰事件 这是我们最常想象的样板 但实际上在我们的法律里面 这是已经是最低度的 在性骚扰防治法里面 或是我们一些性贫相关的规定里面 性骚扰没有性别的这样子的一个区别 所以有可能发生什么 女生对男生也会发生性骚扰 男生对男生也会发生性骚扰 女生对女生也会发生性骚扰 黄莉要不要来跟大家也来分享一下 什么样的状况还是构成性骚扰 好就是之前那些me too里面 有一个很吸引我注意就是 我之前知道游戏实况组里面 有个叫亚洲统神的 就是男生都知道的这个人 对然后另外一个YouTuber 可能女生比较熟 叫做蕾拉 我不知道刘律师知不知道 这也完全不知道 可能年轻人应该都知道 但是我知道蕾拉的长相 外形都还不错 对那你就知道这个人 那我也知道 我其实有在看蕾拉的影片 突然有一天我看到新闻说 蕾拉竟然被控性骚扰统神 对我以为新闻是倒过来写错了 对你就会突然想说 天哪从来没看过统神YouTube 一定要去看一下 对想一看哇那真的是票行大汗 对对对然后就真的是很 我只能说很man的一个长相 对然后就是这些me too时间 统神开直播 她说几年前上节目的时候 蕾拉在她旁边 那时候好像有个投票 然后她投了蕾拉 蕾拉就很开心 就搂住她的这个手臂 然后靠了一下 然后就在节目上这样 亲了她的脸颊 对然后呢 因为蕾拉很漂亮 她就大家觉得好可爱喔 对好像觉得统神被亲 统神是你的荣幸 对然后那时候统神就一脸冷静 然后就这样不要碰我 这样不要碰我 对现在在干嘛不要碰我 但是大家就会觉得 她在是不是在装冷静 我只能想说统神的性像 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 我们都会觉得她应该在装冷静 对如果是我们就觉得 赚到啦 对啊 然后就是会觉得说 会觉得说不赚白不赚 美女自己送上来 对 然后那个时候统神直播的时候 就有网友问她说 那你会介意吗 统神就说当然会啊 因为她有老婆 她其实有老婆 那不行 不是她介意 她老婆很介意 对可能她再怎么样 她也要说她很介意这样 她就说 她就说干嘛玩游戏就玩游戏 干嘛什么肢体接触 我也会不舒服啊 我也会觉得被冒犯 她这样讲 她就真的很冷静这样讲 真的看起来不舒服 因为她其实她现场的确没有笑 马上立即的反应 就是看到她应该是不舒服 对她其实现场是没有笑的 就回去看那影片 虽然当时我们都自己解读 她应该是内心暗爽 对 那后来蕾拉就对这件事情 她有发一个声明 可是问题就在蕾拉发声明的时候 她还是在开玩笑 因为就是她心态还是没有转变嘛 大家就觉得你是占便宜吧 你哪来的不舒服 你统神应该是赚到的 赚到啊 所以蕾拉发的声明也是有点调侃性 戏虐 她就说没办法 因为你忧郁的眼神 然后什么满脸的胡渣 然后什么阴郁的表情 什么可能我抵抗不住你的诱惑之类的 那我在此跟你致歉 那我会离你家人远一点 结果因为可能大家现在那个男女观念很平等 所以她这个文一发出来以后 网友其实都骂她 对 就说你这样没有真正道歉 你是在开玩笑 你还是在二度撒盐 那可能蕾拉就是后来有痛定思痛 她就再认真的发一篇文去道歉 说不好意思啊 性骚扰不分男女 也不应该建立在性别差异上面 或是长相差异上 对对对 那我觉得这是蛮好的一个示范 这整件事下来 对对就是而且也是知名的人物了 让大家知道说 不是说女生亲男生就是男生撞到 对那也有另外一个就是发生在 检察官跟这个警察之间 好就是说检察官跟警察之间 对 哇这两个都是司法非常神圣的人员 都是而且说检察官都要指挥警察去办案 他们其实是一个team 对就是说检察官会很早以前就跟你说 我是一个专案好那警察就会要配合 协助办案 对要协助配合办案 那今天很特别是说今天爆出来的是 女检跟男警 男警 女检跟男警 对男警控诉女检对他性骚扰 哇这个是大新闻 是大新闻 女检察官被男警察控诉性骚扰 性骚扰 对 女检察官正常要来侦办性骚扰案件 结果自己来涉及性骚扰 对 而且还是一位女检察官 对 如果是男检对女警 我们还可以想象 女检对男警 很难想象 很难想象 我去google了女检的照片 其实长得也还不错 长得还不错 对就会觉得 这就更难想象了 很难想象 对 然后我看那个男 因为有上那个男警察 他是说 其实他一开始觉得这个女检很厉害 可能办案很功力很强 很佩服他这样子 结果有一次他们办了一个案 结束以后去吃庆功宴 对 吃庆功宴的时候 其实也都大家还好嘛 就喝喝酒这样子 然后擅长的时候 长官就交代 这个男警察 要陪这个女警察 搭计程车回家 确保长官的安全 这离正常 正常 所以他就是女检察官 如果出了什么事 那就大事了 那你是警察 把他送回去 就算他不是 下属保护他 就算不是下属 警察帮忙做这件事 也理所当然 也理所当然 可是他警察其实 有结婚 先讲这个 然后他上了车 发现 其实没有顺路 女检 其实离他的那边 距离要40分钟 其实有一段距离 所以来回就80分钟 对 然后他说他坐上车的时候 突然 女检察官 就突然抱住他 他就开始亲他 可是他有老婆 他是真的是觉得不舒服 还是因为他老婆 会不舒服 而不舒服 这个他就说他试图想要推开女检 可是就是推不开 推不开他 他就是可能 因为空间那么小 继承车站空间那么小 又醉 其实你分不清楚 这个人是醉 还是装疯卖傻 你分不清楚 然后呢 他说他试图想要抗拒 可是没有办法 然后他又想到说 这是长官 我会不会隔天职位不保 其实他脑袋在想这个东西 这就是所谓诠释 对 这突然间人生跑马灯一直出来 对 我有老婆 但那是女检察官 漂亮女检察官 我职位会不保 然后隔天 其实这个警察有去跟他的 他的同事去做这件事情 那这件事传到长官的耳力 长官就说你不要乱讲话 你不要乱讲话 这个得罪不起啊 就没有办法想象嘛 就是这件事情 然后呢 后来警察没办法就接受 可是他说从那一天开始 只要是跟这个女检 配合的案件 他都怕 他就会想办法去躲 不要跟他再去讨论 他就很怕在 在他心里是被害了 好 那他甚至为这件事情 去调单位 把单位就是调走 那他其实隐忍在心中也很久 是直到这一次 MeToo事件 他鼓起勇气 而且是在家人 老婆的支持下 去把这件事情 讲出来 他想让大家知道说 不是只有 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发生在 男队女 演艺圈女 然后在女队 而且是检察官 就是这种很 很私密的体系里面 也会发生这件事情 对 那这个后来 虽然还好上 他本人没有去做申诉 可是地检署知道了以后 就是有说会来 主动的来处理这件事情 对我们就来看后续发展怎么样 对啊 不过你想想看 我们如果把这个头衔跟职位兑换 一个男检察官跟女警好了 你觉得这事情 如果大家知道了 会是什么看法 应该大家没有第二句话讲 利用权势 男检察官 对女警 为这样行为 啊 重判 杀无赦 还是想说 还是要帮大家理清一下 我办这种案件 蛮多时候我是接男性的委托人 我觉得现阶段女权高涨至上 现在这个言论底下急逆风 但是我还是要讲 很多时候被欺负的其实是男生 你是指男性是被害人 是被害人 甚至很多时候就讲白一点 男生可能那时候就是 比如说我们摄影圈的朋友 他其实讲白一点 根本就没有性骚扰 或是比如说我只是碰一下 真的就是打招呼碰一下或什么 女生不爽回头就告 然后他们就很无辜的说 可是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但是女生只要一发文一公审 重点就是只要是正妹 全世界就把故事想像 这个猪哥跟这个正妹 可怜的正妹 可恶的猪哥 完了 这就是网路上的正道原则 正妹的道路就是正确的 绝对无法违逆 完蛋 然后每次帮这种逆风打案件的时候 我们都会不禁想想 有女权 有女权为什么没有男权 女生一定就是被害人 男生就一定是加害人 这是不是也是另一种父权的遗毒呢 是不是常识应该扭曲回来呢 扭转回来 但没有办法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 就是女权要先高涨 然后回到母性的社会 再来讨论男生的权利 我想这个是一个必然是二 对 所以后来想想 有时候遇到这种案件 只要是男生 我们都会讲一句话 你有沒有碰到 你有沒有怎麼樣 第一时间就跟他讲 先表示很遗憾 我愿意跟你和解 请你提出你的方案 但绝对不要道歉 一道歉就死掉 没什么好讲 然后再来就是 谈这种案件的时候 就是把时间拖长 时间过久之后 就会让世界回到 不被女生的容貌影响的判断 就比较理性 就会理性 只能这样处理而已 很多人说 女士你怎么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逃生管道 你为什么这么会处理这种案件 因为在我手上这种东西 成千上百 帮过太多了 所以今天邀请你来上节目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如果你不小心叼掐 要怎么下车 对不对 但是正妹可以一马平穿 台北到高雄的高铁一路下去 你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台北桃园新竹彰化台中苗栗 一站一站都要做 做完之后下车 人家讲为什么我要这么辛苦 没有办法 因为人家是正妹 你是丑男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觉得苏律师讲一句话 当你看到漂亮的女生 年轻漂亮的女生 这个是很可怕的毒药 如果你是男生 你就 不是说女生都不好 但是你对他就要戒慎恐惧 因为社会的观感 就是这样在看待这个事情 我也分享一下 我们也处理过这种心骚扰 就是一个男生去到一个服饰店 然后想要换就是 这个衣服有没有 然后女服务人员来 然后就说 有没有我的size 有拿来给你 然后这个男生呢 就直接在这个女生的面前 脱衣服穿上去 就是个大辣辣的男生 然后就被告性骚扰方式法 那你说这个有性骚扰吗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 但是我个人觉得 我们一般想象 应该是对女生怎么样怎么样 才能说不是 他就是在女生的面前 脱掉上衣跟换上衣服 就是这样 好啦 在我们讲很务实的 遇到性骚扰以后 接下来发生什么事 警察寄了船票到你家 爸爸一看到 儿子啊 性骚扰方式法 你发生什么事 而且不是这样而已 法律的规定 还要通报你的公司 不要讲说 会不会成立性骚扰 你马上工作就不保 你的公司一收到 这个员工在外面性骚扰 我们要不要小心一下 公司的女同事 全部人就是开始歧视偏见贴标签 咚咚咚在这个人身上 你觉得他还要在这里待下去吗 所以最后 你没有性骚扰 但是失去工作 敌人对你有偏见 你的人生毁了 谁帮你复原 没有人管你复原 所以一旦一碰到 下一件事情 就像苏律师讲的 诶 能不能和解 策告 多少钱 道歉 好 你愿意几万块赔给你 好 结束 所以讲难听一点 可能这个女服务生 一个月告两场就好了 她一个月收入可能就破十万了 我们不是在跟大家讲 法律不好 司法怎么样 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 现实状况是什么 就是你们今天在这个节目上 听到我们讲 就是实际状况是什么 那你怎么面对现实的状况 或避免现实这样的状况 这样对大家才有帮助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 就有一个女生她在路上 她就突然被一个男子拦下来 一开始男生只是问路 那后来问她说 你可不可以带我去 突然就开始延伸说 我家其实有几间房 好几间房子 我年薪六七百万 我是什么什么的员工 你有没有男朋友 我可不可以认识你 你有男朋友 你可不可以跟你男朋友分手 后来这女生觉得 我被陌生人冒犯 对 她就去警察局直接报案 因为我们如果是性骚扰房子法 可以直接跟警察报案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这个节目 在中场休息的时候 我跟苏律师都是有点无奈 这个无奈就是 现实上面 在现在的这个法律或氛围上面 我们大家知道 你要去告人家 其实你是要准备证据的 你是要有证据才能告得赢 法官是看证据的 但是 恐怖都是但是 遇到性骚扰性侵害 这种跟性有关的 我说实在的法官假官 不太看证据的 大家想说 什么 不太看证据 怎么样叫不太看证据 因为法官检察官 他会先认知一件事情 被害人 特别是女性 会来提告你 其实对她自己的名誉也不好 那她为什么会提告 代表真有其事 她宁愿伤害到 损及自己的名誉 也要来告 先推定 好像有这么回事 那你很想像 那我觉得我去告人家偷东西 我就真的有东西被偷吗 可是检察官 法官都要我举证 但是 性骚扰性侵这种案件 法官是觉得 哎呀 对女孩子是不名誉的 你被性骚扰性侵 所以你会去告人家性骚扰性侵 代表有这件事的几率高的 第二个 法官跟检察官认为的前提是 通常发生性侵性骚扰 不会有第三人在场 这种事情一定是秘密进行 怎么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 发生性侵呢 那不就是公开做这个淫秽的事情吗 不可能嘛 所以一定是私底下 没有人在的时候发生的 所以要有别人当证据 本来就不容易 那反过来讲 所以这个女孩子 或是这个被害人 只要讲说我被性侵 在某某这个别人看不到的地方 那不就很容易成立吗 这不是很夸张吗 对很夸张 但真的 我们法官检察官 多半都是采账的见解的 我们来听听 还有很多很可怕的案子 来王莉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先跟大家讲一下 性骚扰比较常见的几个态样 首先第一个就是 我偷摸你的胸部 或是我抱你 偷亲你这些都算 第二个是其实就是 传那个色情图片 还有很多人喜欢传自己的 性器官这些照片 或是下半身 这种其实也算 或者是说我骚扰的文字 侮辱性的文字 这些都算 或者是说 这个仙女生裙子 毛手毛脚 谈女生肩带 这些可能也都算是性骚扰的 常见的态样 那因为MeToo事件 其实我们国家的立法机关 行政机关 其实很重视这件事情 因为闹太大了 而且一开始还是从 而且我们是女总统 更重视这件事 对 而且我们现在很多女性立法委员 都很强 对 很多立法委员 对 第三法就是为大家稍微讲一下 就是性别平等教育法 教育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法原则上适用于校园 可能只要加害人或是被害人 一方是学生 就适用这个法 一个是性别工作平衡法 工作就是在职场上面的 那如果你又不是在校园 你又不是在工作 对 那你就是在性骚扰防治法 这个部分 那如果在补习班 发生的算校园吗 他是全市 如果你是老师跟学生 你会被认定成全市 那这一次刘律师有讲到 我们这次性骚扰防治法 其实有针对全市这一块 他们一定是觉得有需要 就是以前没有名文 这次有了 好 全市这一块 简单来讲全市就是 就是我可能拥有一些权利 所以会对你有一些影响 那一般想像就是老板 员工 或是我是长官 你是下属 这一种就容易全市 那有的甚至是 我是公务人员 那你是我下辖的老百姓 那可是你要来跟我申请什么 我对你就有影响力 这种就会我有可能利用全市 他的法条是教育 训练 公务 业务 还有介绍机会 这种上下属的这种 不平等的这种关系 他都认为他是有全市的部分 那那个我们就回到 如果教育法 学校的这我们修了什么 其实比较重要的两个 以前他没有分说 学校里面的谁 他这次有分 校长跟职员是分开的 校长特别严重 对校长特别严重 对那职员就是一般 校长是有特别严重的部分 如果是职员老师 现在他特别要求说 你的调查委员会 全部都要找外聘的人来 不可以由学校里面老师自聘 对一定会互 我跟你同事那么多年 也不好给你 不好看 对那如果是校长 就要由行政机关直接来调查 不透过学校了 对还有就是说 如果被认定真有其事的话 损害赔偿额也有提高 校长的话到五倍 应该是到五倍 对那一般的教职员是一到三倍 对这个是大概在我们录影这个时候的 那个教育法 他就是通过了 那工作的部分 工作的部分 他就是也是比较特别 就是以前在这个 他以前叫做性别工作平等法 他现在配合这个教育法 他改过来叫性别平等工作法 反正就是名字上稍微掉一下 对但是问题是说 他有几个跟我们比较相关的修法 就是说以前只能在公司内部做申诉 比如说我只能透过我公司的管道 但是想也知道 你跟你的主管讲说 谁谁谁操扰你 通常也是被盖掉 就像我们刚才分享的经验就是 人家可能在开玩笑 你要把人家搞掉 他是公司很重要的人 所以现在就变成说 赋予这个被害人 可以直接跟劳工局申诉的这个权利 就是你可以对外去做一个申诉 还有一个很重要说 你在申诉的期间 你可以留职停薪 你不用去面对这个公司或是什么 而且如果你留职停薪 以后如果被认定有 你的薪水要可以补发给你 对这是目前草案的方向 对可以补认 那如果说加害人被认定 真的有这件事 情节重大 雇主也是可以直接终止雇佣关系 对那这些都是还蛮有保障 然后申诉管道也要做一个更完善的 就是以前是30个人以上 公司要有申诉管道 那现在也是开放中小7也要申诉管道 对那回到最基本的性骚扰防治法 他这一次就是加重说有权势这个部分 因为以前我们都说像这一次很多人都说性骚扰 但是过了那个时效了怎么办 追溯期了 追溯期 因为性骚扰防治法 性骚扰如果是刑事案件是告诉乃论是6个月 对那以前申诉是一年 可是一年实在太短了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我刚发生这件事情 我可能还在理清同序 我要让我自己冷静一下 下大牙跟 那个黑人 都过了10年 才把这件事情 因为他在这个演誉圈里面 他觉得把他讲出来 我在演誉圈不用混 不用活了 对很常 那你工作嘛就是这样 例如说我在这个地方任职 我的长官对我这样 对那我一讲 那我也在这个工作不保 可是我现实我有房贷啊 我有小孩要养 我还是需要这个薪水 我只好忍了 对 所以他们觉得一年太短 他们这次就说 那修法的时候 如果是全市 就是办公室 不是就是有全市的状况的话 就变三年 那如果是一般的话 到两年 甚至如果你是未成年人 你在成年后的三年内 你还可以提 保护未成年人 那如果被认定 真的有性骚扰怎么办 只要有全市关系 家族最常家送二分之一 所以一般性骚扰是两年以下吧 最长可以到三年 三年这个部分 对他就是做一个完善的修法 那至于说大家有什么申诉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性骚扰他很常发现就是 你可能在路上 就有一个女生他在路上 他就突然被一个男子拦下来 一开始男生只是问路 那后来问他说你可不可以带我去 突然就开始延伸说 我家其实有几间房 好几间房子 我年薪六七百万 我是什么什么的员工 你有没有男朋友 我可不可以认识你 你有男朋友 你可不可以跟你男朋友分手 他就这样在路上搭上一个女生 然后把那个女生逼到一个角落 问他问了很久这些问题 后来这女生觉得我被陌生人冒犯 对他就去警察局直接报案 因为我们如果是性骚扰防治法 可以直接跟警察报案 好警察调查以后认定有 那后来呢 那个男生像刚才苏律师讲的 很有男权主义 他觉得自己我没有做什么 我就只是跟他路上搭讪 为什么这样就叫性骚扰 他还往上申诉到 再申诉到那个委员会 市政府的委员会 委员会照样认定你性骚扰 不服地方法院行政庭 照样认定 他还是继续往上 到那个就是高等行政法院 最后定验就是他就是有性骚扰这样子的行为 对 那他就帮我们示范了 所有申诉的管道 所有申诉的管道 对 可是这些都还是认定说 他是有性骚扰的行为 那这个蛮特别就是 他是一个陌生人 对 所以性骚扰防治法也是适用于陌生人 那现在还有跟骚法 对 就是更加强的版本 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因为我觉得 说实在很多人可能觉得自己的行为 好像没有冒犯到别人 可是真的让别人做得很不舒服 所以假设有一天你要对别人 询问这些问题之前 你最好先问问你周遭人 我这样子对别人问这些问题 你们会觉得不舒服吗 那如果大部分人都跟你说 最好还是不要 那我建议你真的就不要 因为你自己觉得理所当然 可能一弄就是像干啥 跑完这些整个流程 好几年的时间 你就为了你曾经 一个晚上问了某个女生 几个问题 你就要搞好几年这件事情 而且最后贴一个大标签 你是性骚扰犯 这个有时候我们只能讲说 这个世代不同了 价值观的冲突 以前这个男生我个人觉得 挑明讲好 我觉得他这样子说真的 你说在以前 会不会认定是很夸张 不会啊 有碰到或什么 没有啊 那讲难听一点 人家问完之后 有做其他后面的动作 就打散失败 以前顶多被笑而已 但现在会卡法律责任 这就是价值观的选择 以前男生跟女生认知就是说 女生这个样子要忍耐 但现在的情况就是不忍了 不让了 难过就捅 对 委屈就告 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进取的时代 非常好 尤其对我们律师本业 超级棒 大家会告嘛 百业萧条的时候 读本业复兴 就是虽然讲的很残忍 但是很现实 就是很现实说 在现行的法治 或现行的法律的 这个我们应该说法律的实物上面的状况 确实对男性是不友善的 所以每次我也遇到我们的当事人 很多我们的当事人都很委屈 男性的当事人被告是加害人 那他们也很委屈说 我什么事都没做啊 我也没对有任何性侵的行为啊 可是我们就问他 你有没有跟对方道歉啊 你有没有跟对方一起进出这个汽车旅馆啊 有啊这些事都有发生 但是他是自愿的啊 你怎么证明他是自愿的 他也没有违反对的意思啊 他也没有不愿意啊 他也没有哭哭啼啼 也没有反抗啊 我说对我知道 你讲的都是对的 如果我是男生我也同情你 但很抱歉 法官不会同情你 因为这个女生事后离开以后 就开始跑去验伤 然后跟他的家人说他被性侵了 那为什么在里面不反抗呢 他说他不敢反抗 因为他怕反抗 会遭受到你的暴力相向 好像也有点道理 可是你有没有对他暴力相向过呢 没有但女生就是不表任何意见 然后发生了关系 然后就告你性侵了 然后再来就是500万的事情 和解金500万的事情 所以你还敢发生一夜情吗 如果你什么都没有 你可以去坐牢 那我觉得那也就算了 但是如果你有钱又不敢被关 那你可能就是要准备一大笔钱 好好的花钱 解决这个不要钱最贵的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现实的环境 跟现实法律制度下的状况 请大家好好小心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一开始节目就跟大家讲说 像最近很多的MeToo事件 其实我们的时空 跟我们很多的法律氛围都改变了 过往或许你讲出一些过往曾经发生的 不管是性骚扰性侵事件 或许别人还会踏伐你说 哎呀这么久的事情你是不是没有证据 可是在现今这个时代 不管是现今的社会氛围或现今的法律 就算你没有证据 可是发现有不同的被害人 讲述着同样类似的被害经过 而且都是同一个加害人所为 包括法律都会支持你 所以如果你真的遇到过去曾经发生 或者现在正在发生 都请你可以有勇气的大声说出来 因为法律跟我们的社会氛围 都是站在你这一边的 那当然反过来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加害人 你就要有心理准备 不要以为跟过去一样 可能做错了事别人不会发现 或可能做错了事 就算有人出来跳你也不会受影响 现在是就算你没做错事 你可能都会躺在地上被踏伐 所以这个社会氛围已经截然不同 那当然也希望大家多了解我们的法律 多了解我们的刑事诉讼相关的制度 你会知道说你的权力该怎么保护 还有你怎么样小心触碰到法律这一块 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对各位有一些帮助 那今天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 我们两位大律师来跟各位分享 首先谢谢我们黄丽黄大律师 谢谢大家 还有苏玉泉苏大律师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好 请大家一定要锁定 我们每周六日播出的节目 在我们晚上八点钟 静天电视台 还有我们YouTube频道上面的 静天电视 Golden TV 看电视 学知识 律师的钟言 让你瘦勇一声 我们下次见 拜拜